第二章 上帝的智慧和世俗的智慧比较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 上帝奥秘的智慧 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上帝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上帝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 刺及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熟灵的话 解释熟灵的事 熟灵的人领会上帝的事 然而熟血气的人 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如绝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熟灵的人才能看透 熟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